面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课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UFT当中的什么 这个录制回放的一个什么原理 那么这次课给大家先讲一下 这个UFT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什么小工具 叫对象探测器 以前我一般把它叫做侦探 那这个是我们的对象探测器 它在我们整个测试过程当中 编写这个UFT脚本的时候非常有用 那么我们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还是把UFT打开 那我这里的话用这个BS结构的给大家做个演示 继续 如果是BS结构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要用什么 大家看一下用web模式 用web模式 然后呢我们用126邮箱 用126邮箱 126 给抗 ok 然后的话呢我们新建一个小本 新建一个啊 名字我就随机了 新建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的脚本性都不用录制啊 主要我说的是利用这个spy 对象探测器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什么呀 对应的对象在我们不管是RO还是STO 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使用的时候 它的一些相关的属性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按钮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帽子下面戴这个眼镜 像对象探测器 我们点一下它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小手的形状 点它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你想看什么 你就点什么 那这里面我说选的是web无视的 那现在把它挪边上去 好 这里面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它识别的是unobject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浏览 把这个打开 然后的话呢再来点它 大家看一下啊 可以了 我把它挪 大家看一下 比方说我现在要把这个 大家看啊 126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点一下它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利用对象探测器识别出来的一个什么 在 页面当中有一个什么 web edit 叫web类型的文本编辑框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什么东西 大家看它有个叫title 是请输入账号 请输入账号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请输入一个用户名 对不对啊 大家看一下 请输入账号 那这时候比方说我输入我的名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spy去看一下 再用spy去看一下 再用spy去看一下 好我们点完了以后大家看一下 它的对应的属性你们看一下 都在这边了 请输入text type text 大家看value等于我的名字 那说明什么 就是说利用spy 就可以看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运行对象 它对应的我们想要的属性 对应的值 比方说我想知道这个对象 这个web editor 它的value等于什么 它是什么类型 它的title是什么 我都可以通过spy去看到 那以前我在这个社会的过程当中 跟朋友们一般会讲的 有一句话叫什么 想要哪里点哪里 比方说我想知道这个对象 它到时候会输出spy的值 或者现在输出的一个什么值 我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这时我就可以用对象探测器来探测 探测到了以后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对它这个属性进行一些操作 那这个怎么操作呢 我们在下一次会给大家再讲 那么这次课呢 主要是告诉大家 对象探测器 第一很重要 第二你得知道怎么用它 而且呢在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对象层次也是比较清晰的 还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对象库里面 大家看 所以这个对象探测器非常有用 在我们这个做UFT自动化测试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呢 为什么我把它提到最前面来讲 就是这个原因希望朋友们 真正的掌握这个的应用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对象探测器 再加上我们什么 对象识别的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简单的自动化测试 OK 那咱们这次会呢 就先讲到这边 咱们下次再见